我和绝大多数粽子不同 尽管死去多时 但我仍保留着记忆、思想和情感 随着时间的流逝 记忆渐渐褪色 我忘记了自己的姓名、莱莉 但我仍然是个有智商的粽子 因此每当有自命不凡的家伙掏出黑驴蹄子想谋害我 我都会抢先夺过来 照着他们的脑门砸回去 遇到一只会反杀的粽子 你能想象他们当时的表情吗 虽然我的面部肌肉已经僵硬 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心里捧腹大笑 偶尔我和会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因为他们总会发现 这座邪门的墓根本没有出路 在脑力枯竭、工具失效、潜力尽穷的时候 他们和我一样 都是这座地下牢笼的困兽 不过大多数人会疯掉 人在绝望之后 寻此的念头便会浮出水面 飘在他们脑海中 越炮越大 像服饰一样难以忽略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 他们用命换来的 只是做一穷二白的空墓 这里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金山、银山 而且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 这座墓里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那些害死过无数盗墓者的机关 他们太有研究价值了 简直令人惊叹 数千年来 他们从未停止工作过 实际上我已经不记得我和他们存在多久了 关于这座墓的年代是我从盗墓者那听来的 是地 盗墓者 他们从我的敌人 变成了我的良师异友 时间真伟大不是吗 人人都会在他面前屈服 那些被困墓中 又没有对自己痛下杀手的人 他们在极度寂寞空虚的时候 会选择跟我聊天 我也懒得家下他们 他们也奈何不了我 我们会在古墓中形成一种 另类的是有关系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